瑞瑞乡一间土地公庙内 有尊无辜的土地婆婆 多次遭到毁容破坏 虽然办案但无人落网 瑞瑞村长吴万德 安装了监视器要来祭兄 果然4号晚间10点38分 录到了一名口带口罩的妇人 在庙里排回多时 不断地进出 但期间确实有对土地婆婆出手 直接拿起供桌上的杯酒泼洒过去 还拿来一束香毒打土地婆婆 导致土地婆婆鼻断脸破而伤 恶劣的行径全部都被录了下来 监视器清楚看到大半夜 妇人戴着口罩来到土地公庙 接着手上拿了供桌一杯酒 就往神像泼下去 夸张的是她竟然拿四方形的盾器 猛力毒打土地婆神像 导致土地婆婆鼻断脸破而伤 恶劣行径全都被录下 动手的余姓女子是印尼籍的新住民 也有台湾身份证 不知基于什么原因 她竟然三番两次对土地婆痛下毒手 这间土地公庙 香火鼻盛信徒也不少 这回土地婆遇袭 让村民气愤难难 信仰的东西是大家的 而不是她个人的 三番两次破坏神像 一直找不到凶手 还好村长这一次特地架设了监视器 才能将破坏者生之一把 记者高双双 瑞雪翔采访报道